致命工商事故近期大幅增加 李显龙总理表示 这类事故太多是不能被接受的 李显龙总理在Facebook贴文说 我国多年来努力防止工业意外 尤其是死亡事故的发生 而且取得良好进展 但随着我国经济重新开放 活动数量有所增加 本地的安全标准和作业方式 似乎无法到位 导致发生事故的比率上升 李总理呼吁雇主、管工和员工 携手合作 认真看待职场安全 因为人命关天 无论他们是本地人或是外国人 我们都有责任确保所有员工的安全